我不希望死在家裡 因為死在家裡 我實際上覺得會為家人達到很多傷痛 我寧願死在醫院 因為所有事情都方便 處理上 是否很多人都回答死在家裡 不是很多 因為死在家裡很困難 因為你不熟悉的例子 死在家裡 你的家屬很麻煩 要去報警 稍後檢查你是否謀殺 你不懂得照顧 如果你是自己有一個癌症病 死了 我經常要抽痰 我家裡人怎麼照顧我呢 很煩 如果死在家裡還要讓人知道 可能屋子 如果要賣出來 打一個折扣 真的很麻煩 死在家裡 其實很多人都是想的 待會兒給我一個研究看看 大部分人都想死 還要死在床上 想死在床上 不要死無葬身之地 但是現在很多人 都是被送去醫院 香港也有些研究 如何為好死呢 都是選家裡 或是選醫院 很多人搞家裡 但是發現家裡是困難的 因為家人不懂得照顧的時候 好像累了家人 但是死在家裡是很好 為什麼呢 家裡是你熟悉的環境 很多時候我們說 想死在家裡 因為熟悉環境 都要有家人陪 是因為很害怕的 大家還沒死過 但是當你生病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怎樣 很孤單 是吧 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是吧 特別動不動的時候 很想有人陪 別陪都聽聽聲音 只能讓老陰帶也好 就變成了 你有一個希望 在哪裏 是對自己一個否釋 好了 不想活到幾歲呢 這樣 那 那 有 有沒有人 不想活過六十歲的 有沒有 都 都 都很年輕 那 隔米分享一下 為什麼你不想活到六十歲呢 是不是有哪一位 是啊 我很早已經是這麼想的了 我跟我私人都這樣說 我說 我六十歲就夠了 為什麼不想 我覺得人生在世 辛苦的事情多 還有因為我做長者工作的 我都見到很多 很多困難 人沒有了之後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還可以 工作 還可以做很多 有意義的事情 那一間手 還有能力去做 我就覺得夠了 這個是一個很常見的 就是 我不死 就是女人 是不是 就是 變了 就是 早死好了 早死 好 有沒有人想活到一百歲呢 那是什麼原因 你想活到一百歲呢 有沒有 本來我沒有所謂 幾多歲都沒有所謂 反正 都是在上帝那裡 死回去 不過 不過 大家想起 我女兒跟我說 媽媽 你一百二十八歲之前 不要死 這樣說 我想一下 那為什麼 原來 我想一下 我沒有再跟她聊 不過我想一下 因為我大她二十八歲 我擺明她的樣子 就是要我陪她 陪到一百歲 所以我想一下 對 一百歲她就走 我都一百二十八歲 救命 我女兒不在 我都救命 我覺得 有一點點意味著 就是你最親的人 陪伴你一生 其實健康是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陪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健康 有人陪你 為什麼不一百歲死 見多點東西 知道多點東西 這個就是 當你看死亡 當你看幾多歲的時候 其實是反映著你怎麼看 你人生 覺得什麼東西 是重要 是吧 你變成你去 reflect的時候 如果你有一樣重要的東西 那就無妨 是吧 現在 女士你分分了一百歲 好多人一百歲 現在 特別如果你60歲 你一百歲的機會 沒有病 現在60歲 你都沒有什麼病 又沒有高月客 膽固唇膏 沒有糖尿 這三大樣 你的壽命 一般都挺長的 剛才有一位朋友 都一百歲就想 是吧 哪位 想不想分享一下 就是你 鼓勵一下我們 是吧 我們很多人都想 不要那麼長命 我覺得一百歲會很快 我覺得一百歲會很快 因為我現在都差不多一半 還有呢 我還有很多事情還沒做 還有我應該有氣有力 活到一百歲 因為我現在還不是很健康 我可以做多一點 從死亡的反映 是吧 你可不可以做到事 是吧 你可不可以做到事 是吧 如果你一直做到事的時候 你就有一種動力 我們遲些會分享 我們怎樣去 當我們面對老人家 或者一些癌症後期的病人 我們怎樣可以讓他有祝福呢 是吧 當他病了的時候 當然他要人照顧 但他會不會都 覺得有意思的呢 他的生命還可以來 給人 一些鼓勵的呢 剛剛 看一篇文章 他說 有一位護士 他在癌症病房做 他說 有些人覺得癌症病房一定是怎樣 死去沉沉的 不是喔 有些病人都很有資金 他說 他認識一個病人 是做股票買賣的 他說他臨死的時候 都教他整個病房 學會怎樣投資股票 他說他有多大的財政 他在病房 是 我不知道看哪一篇文章 他提到 有的喔 如果他找到 他還可以去 財政的地方的時候 他對死亡可能 有不同的一些觀感 當然啦 我們也要幫 如果有很多病人 在身體上 真的有很多限制的時候 我們要提供他的照顧 每樣他都覺得 他是被尊重的時候 他就覺得 什麼 有意思啦 所以如果你看到 很多癌症病房 是幫一些病人 是完成他的遺願 就是 再次拍一些結婚的照片 真的很開心 仍然可以create 一個意義出來的 好 就是 當我死的時候 我把我生前的事 感到光榮 難不難寫的 難就是很多東西啦 所以 你聞錯了 就是 你覺得 我一定有些東西 contribute 但如果當一些人 難寫的時候 如果當一些人 他對死亡就會痛苦些 他覺得 他生前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 所以死亡對他們 那是好的 但不是啦 如果當你生前 你覺得 你 contribute 你 覺得 是好的事情的時候 那 死就不一定有問題 就是 我們叫做 無悔 今生 那 就 對於死亡 我最怕什麼呢 這題也值得 講一講的 就是 李子最怕什麼呢 旁邊一個是不是這樣 旁邊怕什麼呢 都有一些相同的 其實 這些相同的事情 其實 我聽聽你們說 聽聽後面的說 對於死亡 你怕什麼呢 最怕什麼呢 你幫我分享一下 痛 還有沒有尊嚴 一樣 聽不懂 真的 怕痛 還有不想見到家人不開心 生不如死 就是 對 但是 又知道自己根本要死 但是 我最怕去另外一個空間 就是 這個 世界是我熟悉的空間 但是我會去另外一個空間 那是我不熟悉的地方 還是一個人 那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宗教信仰 有的 那你有沒有宗教信仰的 有的 但是我的信仰不會給到空間 你有沒有宗教信仰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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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的體會 就是 眾人有信仰 他都很害怕 就是 去一個很陌生的空間 就是 去一個很陌生的空間 OK 沒有人準備的 好像隔很遠 好像隔很遠 怎麼想到他隨時會死 但是真的會死 隨時會死 隨時會死 隨時會很難說 突然病 意外 但是我們很少就是預備的 所以現在的傾向 我們做生命教育 就是 預備你的死亡 是吧 嗯 一早寫好了 就是 你要做的事 其實也有少許預備的 不過就 沒那麼認真 所以如果你有小朋友 就買保險 對吧 就是 你分多數會買保險 單身就很少買的 你買保險就是其中一個預備 那 就 好 那 好 那 我就給大家看看 一班 年青人 他們怎麼看這個題目 其實也有少許 大家去看看 你是不是這樣看的呢 那 我就 派同一份問卷給我一班學生 那班學生呢 就是 在澳門 一年級學生 大概十九至二十一歲 那 大部分都是女孩子 在護士裏面 全部還沒結婚 這些背景其實很重要 因為人不同階段呢 是有不同的追求 對死亡都有不同的一些體會 所以 為何年紀大是小焦慮呢 因為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 做的七七八八 對吧 我們現在就是 要長命繼續去 contribute 我們enjoy我們的生命 這班年青人 他們怎麼看死亡呢 他們覺得就是 理性地 他們覺得 最多人填 死是甚麼呢 是人生的終結 心理的結束 究竟人提過呢 是甚麼呢 必經的過程 這裡有九個人提過 這裡有十八個 離開人世 凡塵 三個 剛才提到 天家 旅程 這個全部都是 理性的 從理性的 死亡是甚麼呢 斷了 即是你 撞不住地上出現 理性上面去看死亡 我們遲些會去 從很多角度去看死亡 我們會有不同的講者 去探討 從醫學 從很多角度去看死亡 從宗教、社會去看死亡 這些全部都重要的 因為你如何感受的時候 直接你現在如何生活 也去理解別人如何看死亡 好了 十五個人其實填寫 全部都是負面的 填寫是覺得被奪走 是解決 其實很負面的填寫 你的人心不太好 所以怎樣? 死了就解決了人生的煩惱 痛苦、悲傷 剛才說一些不可預測 很遺憾、很無奈一定要死 很可怕、很殘忍的恐懼 你發覺就是 為何死亡我們不提? 很多時候有一些負面的情緒 是帶著我們不去看死亡 唯一的一位同學這樣寫 靜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很爽 就是哭、沒氣了一口 很爽快 一位同學不寫 我找到一些紙回來 唯一的一個是 似乎是正面的 其他就是物理身體上的界定 體內細胞死亡 再不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他說是令生物消失的唯一方法 想你消失是怎樣? 弄死你就永遠在世界消失了 你發覺就是 生命死亡似乎 被人的感覺上是甚麼? 負面的 所以很多人 我們很多時候說甚麼呢? 我們安息禮拜最好 你可以安慰別人 是吧? 但是想心底 其實都不想上去 不知道大家是否 那你也不想人死的 始終好像覺得死亡是一種 很哀傷的一種事情 帶著一些負面的感受 希望死在哪裏呢? 死 在這裏說 很多人喜歡在夢中死 不知道大家是否這麼便宜 所以我也想收回大家的 即是待會那些問卷 如果你想保留就拍了 那你給我一個底 我就可以去分析一下 我想很不同 很多人都喜歡在夢中死 其實我也很想的 是吧? 即是無痛苦 死在家裏的床上 不過你隔壁一個就很害怕 即是隨便有一個一組 趕好數 誰先死都不要緊 如果不是 很多時候可以 有些叫做危機 都試過 當有朋友 很年輕的 另一半 紛紛死了 另一半就很傷心 是因為突然間 你完全沒有任何準備的時候 你另一半真的離開 但有些人是喜歡這樣的 那就是睡夢死 沒有痛苦 很寧靜的夜晚 為什麼要選擇 為什麼要選擇夜晚 死得很平安靜 是一個好死 就是自然情況下死 很多人不想意外 還要幸福快樂之後死 沒有牽掛 有足夠時間 有足夠時間交代後事 其實這群很年輕 即是十九至二十歲的 女同學 但是我想在夢中死 都是很好 所以尤德是死得很好 我講到他在夢中死 那裡有些人在床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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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床上在哪裡 那裡有些人在家 沒有人在醫院的床上死 那我就歸納在家裡死 也就是說很多人也想在家裡死 那一個環境呢 希望是在舒適的 還有什麼呢 很寧靜 有人喜歡在沒有人的地方死 那為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沒有人在床上 就是可能死得很痛苦 或者覺得死人很傷心 不想人傷心 所以沒有人的地方死 這個很有趣,是一個很優美的地方 優美成怎樣呢? 有一些葉花飄落在樹下 哇,你死得很浪漫 這是聯織人的想法 剛日頭上山,可能不知是看電影多 有個日頭上山,哇,你死得很漂亮的一個景況 一個自己喜歡的地方 在澳門,我發揮的是,有些人想死在自己的地方 去醫院,樹下,不知為何會選樹下 可能有些美感死在樹下 有一個沒所謂的,死就死吧 甚麼地方都可以 希望死在…他填甚麼呢? 不知是否有人這樣填? 死在…親人的懷抱裡面 愛人的懷抱裡面 家人朋友送別 在笑聲中死 嘩,那些人都很好笑 死得很開心 在伴侶旁 即是有人想去死的時候 是有人陪伴的 有一個攻擊 選人的人 鼓不抵抗